怎麼樣的病 那我也知道 面對記者頻頻追問 國安局長邱國正的回答 已經是五天內三度改口 只因為30號在立法院這一席話 全球獨家證實 當時還在神隱的金正恩病情 金正恩身體健康嗎 這總可以講了吧 他有病才會去 所以好 確實是生病了 在立法院的話才說出口 不只全國關注 甚至連國際新聞都有興趣 到底台灣如何掌握北韓訊息 而就在北韓播出金正恩 5月1號現身影片後 國安局長邱國正 對北韓情報的掌握又有心解 他不是宿非題 那他是判斷題 有位宿非胖也是一種病 你也這麼認為嗎 4月11號金正恩出席 平壤活動缺席15號重要的祖父 近日成生日立刻印發揣測 身影20天內生死沉迷 各種版本滿天飛 每日國家領導人都沒有說話 只有我國情報機關獨家證實病情 各國議論紛紛 到底是真的掌握情報 還是硬拗外界看得一頭霧水 金正恩有沒有病 邱國正不斷滾動式調整說法 到底是失言 還是真有情報 讓台灣在疫情之外 又成為另類的國際焦點 記者綜合報導 請記者請記者請記者 請記者請記者 感谢观看